我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家邻居李奶奶 她的女儿三十多岁 是个离了婚在娘家过日子的女人 之所以对她的印象比较深刻 那还得说说关于她的一些事情 她年轻时候找了一个男人 她自己特别喜欢 可是那男的家里太穷了 李奶奶家所有的人都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结婚 可是她硬是反抗了所有人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 可是日子过得并不好 整天争吵打架 男人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女人 然后带着那个女人跑了 过了两年的时间才回来和李奶奶的女儿把婚给离了 李奶奶的女儿在这两年里真的是性情大变 让人看着都觉得害怕 她每天只要一回家 看到自己的女儿有一点点惹她不顺心的地方 就是提起来就打 不分青红皂白 谁拦都拦不住 那孩子被打的哭的都失心裂肺 她妈似乎把所有的怨气都往这个孩子身上杀了一样 别人家的小孩还不准和她女儿玩 因为没有爸爸别人会嘲笑 放学回到家 如果家里有人还好 没人 她妈就会把她锁在屋里不准出来 和邻居见面从来不会抬头跟你打招呼 你给她打招呼 她也会像听不见一样静止地走开 别人好心去劝说她不要打孩子 她还会和人破口大骂一场 有人建议她妈给她再找个对象 她跑到人家门口骂人 不愿意再去想谈婚论嫁的事情 有的介绍的男人认真起来去她家 帮她照顾孩子什么的 她也直接跑了过来 可是她回来看到人在 直接给人骂了一顿 把人骂走了 然后又是把她的女儿给打了一顿 从那以后 只要她打女儿 邻居们都没有去劝说的了 一方面知道 越是去劝说 孩子挨打得越狠 另一方面 大家都觉得 她是脑子受了离婚的刺激 有点神经质了 只要家里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她就说是因为自己的事 离婚的女人 所以大家都看不起她 结果房子拆迁 给她最大的那一套 她还不满意 她嫂子终于忍不住了 回来和她大吵了一架 别以为自己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就弄得跟全世界都欠你似的 每天总是伤害自己 身边最亲近的人 把自己弄得那么可怜 家里什么都不让你费心 孩子有人给你带 偶尔是有点不听话 你就往死里挡 她难道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吗 别把自己所有的怨气都杀在别人身上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做 是那个男人要跟你离婚的 有本事去和他讲理去 别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的 大嫂的一期话 像是给了她当头一棒 把她彻底敲醒了 她瘫坐在椅子上 彻底傻眼了 再回过头来 看看躲在墙角的女儿 再发抖地看着她 她说 贝贝 你过来妈妈这里 妈妈错了 我知道错了 母女俩抱在一起 痛哭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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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